你还自己亲自动手 上去干这 他有罪 送交有私 如果你觉得他有罪 送交有私 该怎么处理 您这可老好 自己亲自动手 而且人家也没什么罪过 举这么几个例子 滥杀无辜 有些例子 比如说契丹的皇家放养了很多鹿 那天辽木宗一时兴起 不知道他是 反正他清醒的时候也不多 不知道他那天怎么醒了 一时兴起就去减点这些鹿 我减点 一减点 发现鹿的缺了 少了 比如说我应该是100只 现在97只 少了三只 也不知道皇上怎么有数 你说他一天到晚醉醺醺的 这养了多少鹿 他怎么会有数 他就愣说少了 你也没辙 皇上说少了 皇上一说少了 立刻七个养鹿的人全部被杀死 杀死之后 皇上把他们的手脊砍下来 在这个地方住一座土丘 脑袋摆在这土丘上 示众 谁也不许给他们收尸 就因为少了几头鹿 还不知道这几头鹿是真少还是假少 有可能皇上喝高了 他数错了 那不怀 那一刻这几个人就杀了 还有一次皇上用餐 用餐的时候 给他上餐具的侍从动作慢了一点 皇上拔出随身携带的匕首 一下就把这侍从刺死了 就因为给他上餐具动作慢了一点 一点弹丸小事 马上就给刺死 辽木宗酒醒的时候 他更多的时候就喜欢打猎 就是皇上打猎的时候 他不是一个人在打 很多侍从要帮助他 比如说把猎物赶进圈里来 有一个侍从动作慢了 结果造成猎物漏网 皇上居然把侍从处以袍涝之行 商骤王才用这种酷刑 铜柱子烧烫把你绑到上面活活烫死 用这种酷刑来处理禁事 一个侍从回家 家里可能是妻子还是什么人病了 侍从回家 回家可能是没跟牧宗皇帝请假 牧宗皇帝听说了这件事之后 就派人追到侍从的家 把他的妻子杀死 并且征熟了给侍从 你不是说你媳妇病了吗 那行 我给他治治吧 怎么治我让他永远不得病 高温不是消毒吗 把他征熟了 所以这样的话 在中国历史上说我们见过暴君 没见过这么暴的君 就说坏人咱见过 这么坏的咱没见过 喝多了之后 所以的杀人 杀的太多了吧 他有的时候酒一醒 他自己也稍微的感觉有那么一点点不好意思 我杀人杀的确实是稍微多了一点 他也感觉有一点点不好意思 所以他假惺惺的说了这么一番话 他怎么说 有罪者法当刑 朕获四目 滥及无辜 清等窃见 无获面从 就是说 底下的百官也好 侍从也好 有罪是应当动刑 但是我有的时候就随便发脾气 暴怒 滥及无辜 我会伤害无辜 所以你们大臣们 你们要劝谏我 不要取从 不要说我传达了什么旨意 你们都执行 所以群臣都觐见他 特别是殿前都典检 耶律一辣葛 这个人殿前都典检 这个人是相当于禁军的总司令 他也有手握兵权 所以耶律一辣葛见到皇上 滥杀无辜 就要劝谏 有一次一个给皇上养野鸡的 就是炙鸡 给皇上养这个的人 把炙鸡一不留神给弄伤了 弄伤了 很美的炙鸡给弄伤了 弄伤了之后 他知道自己小命保不住了 知道自己小命保不住 他叫逃亡 我不能等着皇上杀我 就跑 跑 被皇上逮着了 跑啊你 弄伤了我的炙鸡 你还敢跑 逮着了 逮着之后就要杀 所以耶律一辣葛就赶紧跪下来替这个人求饶 说他有罪 罪不当死 他虽然有罪 不就弄伤一只鸡 这算什么 罪不当死 陛下千万息怒 暂惜雷霆之路 你不要杀他 辽木宗听都不听 就把放鸡的人杀死了 杀死了之后 就把耶律一辣葛叫来 指着被杀的放鸡人的尸体 跟耶律一辣葛说收下你故人的尸体 你不是劝我别杀他吗 说明你跟他有交情 那是你朋友 好 现在你可以把他尸体拿走了 你去给他安葬 你去送中去 发送他 你拿走 你讲耶律一辣葛得气到什么程度 我是殿前都典解 异国的相当于在中原来讲 相当于禁军总司令 手握重兵 这么的羞辱 那你想想 这个群臣得有多么的寒心 辽木宗随意处死身边的事情 这使得很多人对他怀恨在心 而他不留情愿的羞辱国家政策 更是使自己重叹亲历 那么 木宗这样自以忘为 最终会导致怎样的后果呢 辽木宗随意处死身边的事情 这使得很多人对他怀恨在心 而他不留情愿的羞辱国家政策 更是使自己重叹亲历 那么木宗这样自以忘为 最终会导致怎样的后果呢 木宗皇帝身边的侍从 常年生活在恐惧之中 你不知道什么事 这小命都保不住 这属于动辄得救 你也不知道 你说我再小心的凤鸣 您关键不知道这位爷什么时候 他就撂卷了 对吧 你不知道这种情况 所以这些侍从 常年是处在着恐惧之中 恐惧之中 那人家就要想办法了 我不能引进就路 所以我先下手为强 你要是老这么做 拿我们太不当人 那咱们也就白刀进红道子出 咱们也就豁出去了 有一次该招的木宗皇帝大献已到 暴行积累到一定压断骆驼脊背的最后一根稻草了 到了临界点了 所以在他在位的第十九个年头的时候 皇帝又出去打猎 2月12号 这一年的2月12号 皇帝出去打猎 那天收获的猎物特别多 特别是猎获了一只大黑熊 所以皇帝非常高兴 抓他们这大熊 这值得庆贺吧 这得喝吧 于是群臣开始通宵达旦的燕饮 喝了个烂醉 久至烂醉的时候 皇帝合一而悟 躺下了 躺下了 按照一般的常理 皇上这个时候就应该睡了 因为皇上在位这些年 人送外号睡王 他这睡的时候多 所以侍从们一看 累了一天了 皇上要睡了 我们也可以稍微歇口气了 所以侍从们也就想歇口气 没想到的是皇上刚躺下不久 一咕噜他起来了 可能属于假睡眠状态 所以他当时是一咕噜起来了 起来之后就吩咐烧水做饭 我正饿了 刚才可能光顾了吃 光顾了喝 肚里没神 正饿了 烧水做饭 他这一喊烧水做饭 厨房的火都熄了 所以侍从赶紧一咕噜就冲到厨房 把厨子这些人全提醒 赶紧烧水做饭 皇上做饭 这是需要时间的 皇上等的不耐烦了 我让烧水做饭 怎么这么半天了 你们这些狗奴才等着 我把你们一个一个全杀光 然后皇上一翻身 呼呼呼呼又睡了 这回可能是真睡了 皇上说烧水做饭 也可能随口这么一说 随口这么说 他可能假睡 醒了之后说了一句 给我烧水做饭 一说烧水做饭 这帮人就开始手忙脚乱 皇上做饭 谁干不做 就手忙脚乱 结果皇上等不及了 你们这些狗奴才磨磨蹭蹭的 等着我把你们全杀光 皇上这句话说完就忘了 他这样的话 一天可能说360遍都不止 他天天挂在嘴边就杀光 然后皇上刮灯 一翻身睡了 这几个可一想 面如高木死灰 完了 你说咱这倒霉催了不是 谁想到他坦了之后 他又让起来做饭 厨房不能老着着火 帐篷里边老着着火 帐篷找我怎么办 得 所以他侍从说看来今天咱们横竖是难逃一死 怎么着 前情往事全想起来了 咱们都有家里的亲人死在暴君之手 那会可能这些工作他也是世袭都是顶替的 就是说你爸爸被杀了 儿子进来伺候皇上 都是这样 咱们都有亲人死在暴君之手 今天横竖一死 打死太子也是死 撕碎了龙袍也是死 干脆咱杀了暴君 为天下人出口恶气 咱就是死 咱也值了 咱把皇上弄死 咱死也值了 这仨人一合计一拍大腿就这么干 于是有的人就出去背马 有的人就怀揣立刃 就走进了牧宗的帐中 暗杀牧宗一如反掌 皇上这背对的帐房呼呼呼正在高税 三个人扑上去乱认其家 这个牧宗皇帝就被刺杀了 就被刺杀了 十年三十九岁 正是因为他恃久无度残暴虐杀 所以辽史 当然辽史是元朝人写的 对他的评价给了四个字 可别有意思 死其一栽 死得太好了 死得正是时候 死其一栽终于死了 就这种感觉 你可算是死了 牧宗一死 辽国的地位传承就又出问题了 又出什么问题 辽牧宗嗜酒无度 体弱多病 所以牧宗皇帝不尽女色 整天就喝酒 整天都醉着 老婆是谁都可能都不认 不尽女色 所以他一死 膝下无子 没有孩子 那么辽牧宗一死 为了新皇帝该是谁 这个问题我们下一讲再讲 谢谢大家 辽牧宗被杀后 世宗皇帝的儿子 依律贤 继承皇位 史称辽景宗 景宗即位时 辽国刚刚经历了 牧宗近二十年的残暴统治 国力衰退 百姓人心惶惶 而且多年友好的宋辽两国关系 也忽然变苦 那么 景宗依律贤 会如何处理这些问题 他能够收拾好 目中留下的这个残暴统 请进行收看 北京海东教师进修学校 高教师袁紫飞 讲述 赛北三朝之流 第十节 景宗中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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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